好遠有女子到超商繳費 發現了店員沒有給收支簾 她回到櫃台 請店員附上有蓋店章的收支簾 但是呢 店員覺得女子態度不好 居然是情緒暴怒大吼大叫 還當場脫下制服藥理論 火爆場面嚇壞了其他消費者 跟起來啊 蓋一個店章 不要硬 而且可以挑戰我們期限嗎 店員一說完女子很傻眼 這怎麼是挑戰 妳這口氣最好注意一下 不是我是什麼 小姐我現在告訴妳 我是下班的 直接爆氣開始怒嗆 每個看店員好欺負是不是 店員口氣是誰啊 好了好了好了 好好講話不會啦 氣到吹鬍子瞪眼 女子看了也火大 妳再抱我一次 我再罵妳一次 那妳想怎樣 來 一把把制服給脫了 大步走出櫃台 小姐我們出來吵 正在店門口就是要跟女子剛到底 其他店員見狀勸也勸不聽 我是好好在櫃台跟她說 她就變成是那種暴怒的動作出來 原來桃園這名女子到超商繳費 店員沒給收著連罕名戲 她返回櫃台 請店員補給蓋上店章 沒想到店員認為 女子態度不好 竟然一秒暴怒大吼 甚至脫下制服 雙方店內護槓嚇壞眾人 出來的時候有一個小姐跟我說 她說她也經常碰到 這位店員是這種動作 為了態度問題 店員情緒暴走 為什麼妳們都覺得 人家這樣很重要 我們店員一次一次跟妳們講 妳們沒有一個人要進 不僅嚇壞女子也嚇壞其他顧客 有話還是好好說 別因一時情緒傷了和氣 記者林柱強桃園採訪報導 歡迎50分鐘 請加油 請加油 バイ arı